没想到黄沙也能吃美食吧 今天弄了一个澳洲的大火龙 先用锡子把它包起来啊 皮肤怎么这么火爆的 看样子是包不起来还是把它腌掉吧 放入盆中 哎呦 放不下吧 还是拿这个煮炒大盘吧 香料 大梅 料油 生抽 米巴档 生姜 再来点白酒 我害怕极了 没想到黄沙也能炒美食吧 把它埋入沙坑 大火爆两小时 大火爆两小时 好了 把它抖抖干净 好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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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哦 这颜色渐变色的 放过来看看啊 哇 前老爷吃饭了 又吃大龙虾了 先救个蒜 撒撒军 哎呀 我真受不了你这个老宝宝 给你这个蒜瓣神仙色和谁树一树 嗯 这个味道我喜欢 像平时喝的玫瑰花茶一样 那是因为里面有高原上纯净的玫瑰花提炼的陈露 有天然的玫瑰丹香 而且里面的不药酸能够养护我们的牙龈 哈 没味道了吧 吃完后还挺滋润 以后就好帅就给我用它啊 平姐你怎么做的 用沙子呀 这也行啊 蛮香的 哇 这黄的颜色是雪红的 怪不得叫火龙果 我发觉用沙子做出来的 更能保持它的汁水和原味